大家好 我是植培大叔林依峰 今天來談日本調和威士忌 我從自己酒窖裡面找出這10支酒 上網去查的時候發現 這10支酒的價格竟然不同 那這支大概是500多塊錢 這支大概是1000塊錢左右 這支是2000塊錢左右 然後這一支是3000多塊錢 它曾經有到網路上有標價到1萬多塊錢 所以這支是價格落差非常大 同樣是日本調和威士忌 而且是沒有年份的調和威士忌 為什麼價格可以落差這麼大呢 待會我們來喝喝看 是不是風味也落差這麼大 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什麼是日本的調和威士忌 如果你是沒有follow這個所謂的 日本威士忌的人 你可能不了解日本威士忌的法規 是非常鬆散的 十幾年前我在推廣日本威士忌的時候 大部分的消費者是沒有停過日本威士忌 甚至不覺得日本威士忌是好東西 結果這些年 哇日本威士忌火了 直到這一兩年 還有人才剛踏入日本威士忌 然後告訴我說 哇我要喝日本威士忌 日本威士忌最好啊 從很久以前開始喝日本威士忌的 一路到現在喝日本威士忌 就知道日本威士忌長了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如果你是這一兩年聽朋友說日本威士忌 哇很棒喔 開始喝的時候 你可能對日本威士忌的價格沒有感覺 只是覺得他賣的很貴 應該是好東西 但要跟大家講也是這兩年 日本威士忌自己內部產業的內部 開始自我調整跟反省 訂定一個不是法律的法規 希望每個業界的人自我要求 才開始讓日本威士忌的定義呢 變得比較嚴苛 但是其實直到目前為止 日本威士忌所謂 Japanese Whiskey的制定義呢 仍然是非常鬆散的 怎麼說呢 他們認為呢 我只要在日本生產的威士忌 就成為日本威士忌 什麼叫日本生產呢 如果我跑去加拿大 美國 愛爾蘭啊 蘇格蘭去買了一些威士忌原酒 自己調配完之後 裝品在日本裝品賣給大家 他就能夠標 Japanese Whiskey 就是日本威士忌 很多人就哇我喝日本威士忌 我就是要喝純日本威士忌啊 所謂東方的殘異啊 所謂的日本人的精神啦 因為我們覺得日本人好像能夠追求品質 一定可以做出好東西的人 所以怎麼我喝到的日本威士忌 竟然是蘇格蘭威士忌 愛爾蘭威士忌 或加拿大威士忌 沒有錯 因為日本人原來做那些酒 是他們國內自己要喝的 結果呢 可能華人世界還佔大部分齁 開始瘋狂日本威士忌的時候 他們去挖上面寫的漢字的日本威士忌 就覺得哇這是日本威士忌 不求聖節的結果呢 就是喝到了 號稱是日本的加拿大威士忌 號稱是日本的蘇格蘭威士忌 這就是日本威士忌的現實狀態啊 在兩年前他們產業自我的要求 所訂定的規矩啊 會給大家五年的時間 讓大家自我調整 而且老實說這也沒有嚴苛的規定 希望日本產業為了自己的名聲 因為現在日本威士忌太有名 為自己的名聲 希望都能夠清楚標示 而如果你的原料 包括你是跟國外買蘇格蘭威士忌 買加拿大威士忌來調配 都不能夠再標日本威士忌了 不過現在仍然在調整期當中啊 話不多說我們就來試試看 今天的四支日本調和威士忌 四支酒倒出來之後呢 前面兩支比較昂貴的酒呢 反而顏色比較淡 我們知道呢影響酒的顏色 除了陳年之外啊 除了橡木桶之外啊 其實也有焦糖調色這件事情 大家知道吧 所以不一定要用顏色來分辨威士忌的好壞 這支好清楚的 清草味還有木質調的味道 這個腳瓶這個就是那種 花蜜跟麥芽甜香 嚴謹就是很多木質調的味道 哇 護盒內更甜耶 還有那種香草冰淇淋味道 整個香氣冒出來非常非常濃郁喔 哇 它顏色雖然是最淺的 但是它整個香氣是 到目前為止三支最濃郁的喔 這支去去補致富 它的味道呢相對來說是比較沉的 四支當中呢 最旺盛氣味的是這支護盒內 而最沉的這個氣味 呃沒有那麼清楚的 但是很沉的是這支 chujibu喔 致富喔 然後呃 這個腳瓶是清爽的 木質調清草味還有一些 spice香香香料的味道 是這支鹽井是最多的 像這支我們知道 它是從三德利來的腳瓶 三德利來的腳瓶裡面呢 是百分之百的日本威士忌 然後這支鹽井呢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鹽井喜藝郎先生呢 他是日本威士忌看電機的一個 其中一個非常重要人物 而鹽井這支酒呢 就以他為名喔 就我所知鹽井這支酒上面 雖然寫的Japanese Whiskey 可是他其實他的內涵呢 就包含其他國家來的威士忌 不過呢 在上面呢 並沒有很清楚的寫名在裡面 不過就我所知我的研究 他應該是有一些其他國家的 威士忌在裡面的日本威士忌 然後呢 這支護盒內呢 他其實也沒有寫 他來自於其他國家的威士忌 不過這支就我所知 同時有使用日本的威士忌 跟國外的威士忌 調配在一起的 而這支 致富的威士忌 致富的黑夜威士忌 致富的創辦人叫 肥土伊之郎 他的富職輩呢 曾經開過一家威士忌酒廠 叫做羽生 但是因為90年代的 這個日本的經濟大蕭條啊 所以以至於他們酒廠在2000年就倒了 留下了大概400桶左右的威士忌 而這個肥土伊之郎先生覺得 他不希望過去富職輩的努力付諸東流 所以他想盡辦法就把他買回來 並且開始裝瓶 剩下的羽生的酒桶呢 曾經裝過54瓶的所謂的撲克牌系列 羽生的撲克牌系列 成為很多人收藏的標的 而他之前曾經上拍賣會 拍賣過大概4000多萬台幣的價格 54支一整套 大概合起來總共加起來大概4000多萬的價格 所以呢 當2007年的時候 肥土伊之郎開了自己這個 致富酒廠的時候 他一剛開始就是大家爭搶而炙手可熱的酒了 因為他有之前羽生所留下的美好名聲 所以到目前為止他的價格最貴 其實其來有志 他在這裡就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他是要做World Brand Whiskey 世界調和威士忌 並且把世界地圖放在後面 告訴你說他的酒呢 是來自於什麼加拿大 美國 愛爾蘭 蘇格蘭 這個全世界各個地方的國家 包括他們日本的威士忌 全部調和在一起 所以其實今天大概就是這一支 這一支最便宜的酒 是純日本威士忌 其他三支都是世界調和威士忌 如果你下次買的是 Japanese Brand Whiskey 日本調和威士忌 他很大的可能性 是所謂的世界威士忌 不是純日本威士忌 一路試過來的過程呢 其實我覺得隨著他的價格往上走 雖然他完全沒有標示年份 而且通通都是日本威士忌 但是我剛剛在試喝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從五百一千兩千三千多塊錢 其實是有他的道理的 因為我喝的過程 我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應該是腳屏的成年的時間 比較短一點點 相對來說 這三支威士忌的豐富跟飽滿程度 以及威士忌層次的豐富度 相對來說比腳屏更高 腳屏可能強調的是順口 而這三支調和威士忌 他給我更多的層次 特別這支護盒內 雖然他的顏色最淡 但他從香氣 但他口感的表現 其實是非常的強烈的 然後 這支顏景的口感也是很飽滿的 不過的確是這支黑夜的表現 是 雖然他的香氣是比較隱而不顯 但他整個口感的結構上來說 黑夜的確是最強的 所以這個價格還是有他的意義存在 不過另外一種決定價格的方式 其實是他的產量 就是所謂的威士忌的稀有性 就我所知 這三家酒廠的產量其實都不大 而大家知道 腳屏是三得利 他的產量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產量越大 價格便宜是合理的 其實影響一支威士忌的價格 有非常多種 不要習慣性的跳進去價格 來飛薄一支威士忌的好壞 其實我認識很多朋友就會覺得 哎呀這個價格很高很貴 一定是最好喝的威士忌 但就我過去喝威士忌30年的經驗來說 沒有畫上等號的 我是不是因為知道這四支威士忌的價格 而喝起來就有心理的作用啊 有可能嗎 老實說可能有可能 但呢身為一個專業人士 不是我早就摒棄了這樣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應當不會有影響 我是直接是從口感的氣味來分別的 不然的話下次就忙你來試試看囉